不忍心看著母親癱瘓受苦 美國男人暢暢醫生後 殺母親再自殺 50歲的柏爾導師前天 去到巴爾迪摩約翰霍普金斯醫院 問醫生84歲的母親癌症手術後的進展 他突然大喊 你害了我母親 接著就向醫生的腦開了一槍 然後衝進母親的病房 警方到場和他對視兩小時後 出動機械人拍攝房內的情況 發現柏爾導師已經自殺 而他媽媽後腦中槍死亡 他的兄長相信 因為媽媽手術失敗 弟弟不忍心看著母親癱瘓才行兇 醫生搶救後沒有大礙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非常出名 尤其是醫癌症 有1700個醫生